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世界 叙述者是高朗 我们来到今天的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登山打猎 斩下大蛇就采妖女 结果出乎意料的迎娶美娟妻子 明朝时期 为帝国好会 朱元璋采纳银县读书人丹仲有的建议 徐海定则拨您之意 江明州府改称您拨府 在凤化县境内 有一座千年古村叫云西村 他因紧靠自南向北流入山江的唐云西而得名 村中有十多个姓氏 不过主姓魏汪 因此又名汪家村 在古时 云西村发生过一件事情 至今被人提起 仍然是津津乐道 今天我就给大家伙说说这个故事 如果您觉得不错 就用发财的小手给小韩点点赞 在汪家村里面 源于唐云乡许家山的唐溪 从深山溪谷中奔流而下 到了汪家村后 便被称为云西 溪水沿着平坦的地势向北流去 又分为凉浪溪和泉溪 云溪之口 就在汪家村的村北方向 两边有东石山 西巷山 村子后面 则仅靠卧牛山 东石山的山脚下 住着一对夫妻 丈夫叫汪峰 妻子叫张一 两口子自从成亲后 一直恩爱有加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相互体谅和勉励 然后一起共渡难关 说起两人相识的第一天 也是上天恩赐的缘分 那一天 汪峰上山打猎 前面突然窜出一只野兔 他马上取剑拉险 一气呵成 将剑使射了出去 这件事也怪 汪峰打猎十多年 不好说 从来没有施过手 可眼皮子底下窜过的野兔 他向来都是百发百中的 眼看野兔要溜走了 汪峰也顾步的许多 凭借着感觉连射几箭 最后都落空了 他回头一看 还剩下最后一只箭 若是在射空 今天就得空着手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 他将剑使搭在线上 然后瞄准了藏在大树后面的野兔 就在他要松手时 大树后面突然走出一个白衣女子 朝这边看了一眼 吓得他手中一松 剑使直接朝女子射过去 不好 剑使射出去 汪峰自知不妙 可收剑已惊来不及 那女子也被这一幕 吓得惊慌失措 躲闪不及下被射中了小腿 两人就这样恶大物状相识 在汪峰的贴心照顾下 张一也心生情愫 后来便嫁给了对方 成亲后 汪峰为了妻子采药方便 就在东施山的山脚下 搭了两间小屋 白天的时候 两人时常一起上山 一个打猎 一个采药 张家世代从医 张一这一代虽是一个女孩 但从小耳如木染 也学了一手好医术 两口子不仅治病救人 而且打来的猎物若是多了 还会接近那些穷苦乡亲们 这一天 王峰去山上打猎 只有张一一个人留在家中 他正在屋里摸药 西象山那边的猎户王大牛过来看病 王大牛进屋后说道 张姑娘 我今天上山 被毒蛇咬了一口 现在整个手臂都不能动 快给我治之吧 张一检查了一遍 发现对方的伤口 确实被蛇咬伤 于是取出一根银针 扎准穴位 情况紧急不能耽搁 他只好用嘴巴把里面的毒素吸出来 过了一会儿 王大牛箭手臂消肿 稍微活动的击下并无问题 他刚要说句感谢的话 却见对面的张子在捣过草药 忙得香汉淋漓 他想起刚刚对方被自己吸毒的一幕 于是悄悄走过去 从后面一把抱住正在忙活的张一 口中喊道 张姑娘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要不你跟了我吧 张一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一跳 急忙挣脱开来 可王大牛又怎么肯放过这个机会呢 王大牛 你要做什么 你别过来 张一惊慌失色地说道 张姑娘 我哪里比不上你家相公 你跟了我 以后再也不用吃苦了 王大牛说完 再次逼近过去 就在这时 王峰从外面赶回家中 他看到这一幕 气得木火中烧 大声呵斥道 王大牛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我家娘子 王大牛看到王峰后 马上就怂了 他狡辩道 兄弟 都是你娘子勾引我的 和我没关系 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 王峰自然不信对方所言 抄起门口的扁单就打过来 王大牛一边躲闪 一边喊道 我刚刚来治病 你家娘子亲了我好久 我一时没忍住 才冲动做了蠢事 王大牛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亲你了 张一听对方说完 眼泪汪汪的说道 王大牛撸起袖子 指着手臂上的一块唇印 说道 这是不是你吸出来的印记 王峰听到这句话 急忙看向妻子 见对方点头承认了 气得浑身发抖 张一解释道 相公 他中了蛇毒 我帮他吸出来 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王峰心里当然明白 可妻子和别的男人 有肌肤之亲 还是让他难以接受 兄弟 这件事可怪不得我 哪个男人 经得住这样勾引 王大牛还在一边 说出风凉话 引得周围乡亲 都跑过来看热闹 王峰心里憋着一口气 将王大牛狠狠揍了一顿 然后痛骂道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等所有人散开后 张一哭着说道 相公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 王峰一把甩开对方 放出狠话道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给人治病了 女子还是不要抛头露脸的好 张一摇头拒绝道 相公 我不能答应你 我张家祖祖辈辈 都是行医 不能到了 我这里就断了 两人吵了鸡剧 都没有退让半步 在王峰心里 他实在不忍心 看到妻子 好心给人治病 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到了晚上 王大牛偷偷来到山脚下 然后朝汪家的两间小屋扔了一个火把 等到火势越烧越大 王峰急忙将妻子寒醒 拉着对方向外跑去 跑到一半 张一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着丈夫说道 相公 你快走 我忘了拿一谱 他正脱开丈夫的手 然后返回大火中 身后的丈夫大声喊道 你样子 里面危险 快回来 王峰想跟着冲进去 却被赶来的乡亲们一把拦住 房屋逐渐被大火吞噬 此时要冲进去 绝对九死一生 这时候 平日里受过两口子安慧的乡亲们 都赶来救火 很快大火就被熄灭了 王峰在废墟里 拼命地翻找妻子 最后找到时 发现妻子还有一口气 经过救治 张一的一条性命保住了 只是整个面容却被大火烧毁 看上去极为恐怖 王峰看着郁郁寡欢的妻子痛吃道 为了一本破书 值得吗 这不是破书 这是父亲留给我的 张一小心呵护着那本医书 好像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张一虽然医术高超 可是这场大火烧得太厉害 她焦好的面容都被烧毁了 从这以后 丈夫便刻意地与她保持距离 晚上再也不肯与她同床共枕 张一心里明白 丈夫这是嫌弃她太丑了 看到她毁容后的样子感到厌恶 这一天 她上山踩完要回到家里 发现屋门紧闭 从里面拴了起来 她敲了鸡声 默认答应 相公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让我进去吧 张一从里面喊了几声 过了一会 里面传出汪峰的话来 你走吧 不要再回来了 这事和黎叔 就当你我从此不相识 张一看着从门凤里递出来的一份和黎叔 伤心地坐在地上哭了一场 她不解地问道 相公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要抛弃我吗 什么意思你 还不明白吗 我们缘分已尽 你走吧 汪峰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相公 没想到你如此绝情 什么缘分已尽 都是你的谎言 你不过是嫌弃我 现在的样子太丑而已 张一哭道 你走吧 我们不要再现了 汪峰语气决绝 我走可以 那本一书可以让我带走吗 张一哭完以后 对着里面问道 话音刚落 一本书从旁边的窗户处扔了出来 张一看见后 急忙跑去捡起来 抱在怀中 她除了那本自己带来的一书 还有曾经那份美好的回忆 最后什么也没有带走 就离开了云溪村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汪峰抛弃妻子后 娶了王大牛的妹妹王翠花 对方长的五大三粗 相貌也不及张一原来的十分之一 乡亲们不理解 汪峰为什么要这样狠心 自从张一离开村子以后 这里的乡亲们 致病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方便舒坦了 起初是 汪峰也是愁眉苦恋 好在第二年 妻子王翠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为此他非常高兴 特意请村里的教书先生 给孩子取名为汪斌 先生说 斌字取名的寓意是 勤奋好学 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德才兼备 文韬武略的栋梁之才 孩子生下来的第二年 母亲王翠花就急发作 临终前 她拉着丈夫汪峰的手说道 相公 对不起 不要恨我的哥哥 要怪就怪我吧 都是我的错 这个时候 说这些做什么 你要好好活着 一定会漠视的 汪峰安慰道 不 你听我说 其实你答应过娶我 只是你忘了 所以我才一直恨你 王翠花摇了摇头 慢慢将当年的一段网诗 道了出来 原来汪峰六岁时 就跟着父亲后面打猎 到了十四岁 他就可以独自上山 而且每次都瞒载而归 有一天傍晚 汪峰打猎结束 正要下山时 看见一个胖胖的小女孩 坐在地上哭泣 于是她走过去问道 小妹妹 你叫什么 遇到什么事了 在这里哭什么 小女孩抬起头 看了一眼对方 然后擦了擦眼泪说道 我叫翠花 跟着哥哥出来打猎 现在她不见了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汪峰并没有记住 小女孩的名字 她蹲下身子笑着问道 你记得家在哪里吗 我送你回去 快上来 小女孩想了想 然后趴在对方的身上 一脸天真的说道 哥哥 谢谢你 汪峰背着小女孩 一路下了山 将对方送给了汪大牛 临走时 小女孩拉着汪峰的说道 父亲说 做人要知恩图报 可我现在没有东西给你 等我长大了 就以身相许可以吗 汪峰听完笑道 好 等你长大了 我来娶你 后来汪峰又遇见了张一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结成夫妻 当他们成亲的消息 传到王翠花的耳中 他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便总想着寻短见 王翠花的哥哥王大牛 献妹妹为一个男人 如此伤心难过 她有些于心不忍 便说道 妹妹放心 有哥哥在 一定会让你逮偿所愿 在王大牛看来 汪峰有负她的妹妹在先 因此 她便记恨在心 为了成全妹妹 她故意找了一个借口 拆散王峰与张一 王大牛放了一场大火 她本想烧毁那两间屋子 让王峰变得一无所有 可没想到 大火却害得张一面目全非 即便如此 王峰其实没有嫌弃张一 可是那一天 张一上山采药 王大牛亲自来找过她 当初张一回家时 屋里其实有两个人的 王大牛逼着汪峰说了一些狠话 最后不得写下和离书 等张一离开后 王大牛突然跪在地上 恳求道 对不起 你这是 汪峰有些不知所措 对方为何突然 朝自己下跪呢 王大牛泪流满面地解释道 郎中说妹妹身患绝症 她生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嫁给你 希望你能成全 你做这些 就是为了让我我娶你妹妹 王峰实在有些难以理解 她生气地质问道 妹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她想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要想办法摘给她 王大牛十分坚决地说道 可一而是无辜的 你这样做 对她的伤害还不够吗 汪峰看着对方继续问道 我不管 是她抢走了你 没有她 你娶的就是我妹妹 王大牛语气非常固执 只要为了妹妹 她做什么愿意 我答应你 但不是因为 你今天做的这一切 而是当年我的那一句承诺 汪峰看着对方说道 张一被逼离开以后 她娶了王翠花 实现了当年的那句承诺 只是两人相识 最早 可并无男女之情 后来王翠花生了一个儿子 她知道这辈子再也找不回张一了 眼下看着妻子王翠花奄奄一息 她流泪道 别说了 我都知道 真相我都知道 王翠花继续说道 日后你找到一儿姐姐 替我跟她说一声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她 希望她可以原谅我 汪峰没有说话 想到张一承受的伤害 日后她哪有脸面再献对方呢 王翠花最后再看了一眼儿子 便永远地闭上眼睛 她为了心中所爱的男人 做了很多违心之事 如今虽然得怨已长 但是这两年来 她发现自己得到了并不快乐 妻子去世后 王翠便一个人带住儿子 日子很是艰难 好在王大牛夫妇时常帮衬 王大牛因为这件事 一直心怀愧疚 在妹妹去世后 她也劝说汪峰 妹夫张一找不到的话 你再娶一个吧 可以帮着照顾孩子 汪峰摇了摇头 却是怎么也不肯答应 她这辈子娶了两个女人 最后都是遍体鳞伤 现在她带着一个儿子 若是再娶一个 恐怕还会连累苦命的儿子 王兵已经常成了大小伙 她经常跟着父亲和舅舅上山打猎 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本领 这一天 王兵跑到屋后的卧牛山上打猎 正追着一只野鹿 突然从旁边窜出一只猛虎扑了过来 幸亏她躲闪及时 才没有被猛虎扑倒 她赶紧爬起身 眼神盯着对面老虎的一举一动 老虎一纵身 汪斌又躲了过去 这时候老虎急了 突然仰头大吼一声 用尾巴向汪斌打来 汪斌急忙跳开 并趁猛虎转身的那一煞间 从背后抽出箭矢 运足力气拉满弓线 然后朝虎脑袋射去 只听咔嚓一声 郎中纵身一跃 箭矢射在树枝上 随后对面那只老虎 兽性大发 又向汪斌扑过来 汪斌伸手在背后取箭 却发现背楼已空 于是他扔掉长弓 身子顺势骑在虎背上 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 右手猛击虎头 一毒乱拳把老虎打得眼 嘴 鼻 耳到处流血 趴在地上不能动它 汪斌怕老虎装死 捡起刚刚扔掉的长弓 又打了一阵 等到那只老虎确实默契了 才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 汪斌与老虎一番缠斗 累得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刚准备休息 耳边却又听到几声呼啸 吓得他赶紧起身逃跑 一只老虎 他尚且可以应付 可几只老虎一起围攻 他只会死路一条 现在他心里后悔不迭 父亲和舅舅都提醒过他 东士山和西象山没有凶起猛兽 一个人进山上渴 渴卧牛山经常有葛中野兽出没 即便伸手在矫健的猎户 独自上山也是九死一生 啊 救命 王斌奋力逃跑时 突然听见旁边的树林里有女子的求救声 他急忙跑过去一瞧 只见一个女子吓得瘫坐在地 一个大蟒蛇张开大口就要将他吞下 王斌没有多想 从腰间抽出一把弯刀扔了出去 直接将大蟒蛇拦腰斩断 姑娘 你默示吧 王斌走过去问道 只是受了惊吓 并无大碍 多谢恩公大救 女子被扶起来后说道 这卧牛山上非常凶险 姑娘还是早些下山吧 王斌好心提醒道 我听说卧牛山上有一颗灵芝草 我想摘回去给母亲治病 没想到这颗灵芝草旁边有大蛇守护 幸亏被恩公所救 否则我性命难保 女子心有余悸地说道 不过举手之劳 姑娘家住哪里 现在天色已晚 山路危险 我送你回家吧 王斌说道 呀 恩公胳膊受伤了 女子看到王斌胳膊上血迹斑斑 急忙关切地问道 刚刚打死一只老虎 这是狐血 不碍事的 王斌笑了笑 非常随意地说道 女子听完瞪大了眼睛 她想不到眼前的男子这般勇敢 赤手空拳连老虎都能打死 小女子叫林婉柔 家住五六里外的大林村 今日又劳恩公了 林婉柔轻声细语地说道 两人说了一番 一起向山下的大林村走去 恩公 前面就到我家了 现在家里就我和母亲两人 喋喋去世已经两年了 林婉柔说道 汪斌跟着对方来到屋前 林婉柔喊道 娘 我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 一位戴着面纱的妇人 从屋里探出脑袋说道 婉柔 你回来了 妇人话说一半 突然正住了 她看着对面的汪斌 一脸疑惑道 婉柔 这位小伙子 娘 恩公今天救了我 林婉柔说道 伯母 我叫汪斌 您叫我小汪就好 今天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值一提 汪斌笑了笑说道 汪斌 你姓汪 妇人听到对方的名字 整个人突然呆住了 伯母 我是姓汪 怎么了 汪斌看着对方 表情好奇地问道 没怎么 汪峰是不是你爹 妇人继续问道 您认识我父亲 汪斌更加疑惑了 他这些年还好吗 妇人继续问道 爹爹这些年 一个人将我养大 吃了很多苦头 汪斌如实说道 一个人 你娘呢 妇人突然紧张地问了一句 我娘生下我 第二年就走了 汪斌难过地说道 那你爹没有再娶吗 妇人似乎很是好奇 继续追问道 娘 这是恩公的家事 您就别再问了 林宛柔在一旁 拉着母亲提醒道 妇人大概也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 急忙转过身进了屋里 伯母怎么了 汪斌向林宛柔 看过去问道 林宛柔摇了摇头 并不知道 母亲是怎么回事 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汪斌将林宛柔 送回家后 离开时 妇人又赶出来说道 孩子 谢谢你救了宛柔 你成家了吗 伯母 我还没有成家 汪斌诚实地说道 没有成家好 你看小女怎么样 妇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娘 你说什么呢 林宛柔见母亲问得如此直白 脸色羞红地跑进房间 伯母 现在天则已晚 我改日再来看您 汪斌说完 匆匆离开了大林村 回去的路上 她一脸疑惑 刚刚那夫人看自己的眼神 好像一个久违相逢的老熟人 难道对方真的是 父亲要找的那个人 回到家以后 汪斌贤儿子比平日里 回来晚一些 看上去心事重重 便忍不住问了几句 汪斌看着父亲 突然问道 爹 您这些年是不是在找一个人 汪峰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对方 此刻听到对方问起 便说道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你舅舅 别听他胡说八道 爹 我今天好像看见他了 汪斌突然说道 啪 汪峰听到这句话 手中的东西音声落下 他抬起头 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 你真的看见他了 汪斌点了点头 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可是从那妇人的眼神和语气里 他知道 妇人就是父亲苦苦寻找的妻子 汪斌知道父亲还深爱着妇人 对方也深爱着他的父亲 他决定成全这桩好事 于是第二天 他在村口等到林宛柔 将这件事和对方说了出来 两人一拍即合 都认为他们既然还深爱着彼此 纳柔就应该重新走到一起 老了也有个相伴的人 商量好对策后 两人各自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就将他们带到了当初 汪峰和张一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汪峰看到眼前熟悉的场景 忍不住感慨道 孩子 这里就是我和他相识的地方 当时有一只野兔 我拉满了弦 差点就一箭射中了他 爹 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汪斌问道 记得 他长得好看 第一眼看见就像仙女似的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汪峰嘴角微微上扬道 听说他被一场大火烧毁龙了 后来的样子你嫌弃吗 汪斌继续问道 哎 汪峰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他的眉早就被我刻在心里了 我又怎么会嫌弃他呢 每个人都会老去 容貌都有变化的时候 留在心底的永远都是最初的样子 爹 那你还爱他吗 汪斌看着对方 认真地问道 当然爱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一刻也没有 汪峰眼中深情流露道 话音刚落 声音一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喊道 老汪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汪峰听到声音后 回过头来 看着从大树后面走出来的妇人 眼前的画面 彷彿数十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他抬起手来 声音颤抖地说道 伊尔 真的是你吗 这一刻 两个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走到一起 他们面对面地看着彼此 眼睛里深情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声改变 这些年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又怎么过得好呢 汪峰看着对方说道 我现在回来了 你还要我吗 张一抬起头 眼神里满是期盼地问道 在我心里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 今后更不会放手让你走了 汪峰说完 主动地握住对方的双手 一对有情人纷纷和和说十年 终究还是走到了一起 汪峰和林宛柔看着这一对幸福的老人 他们相识一笑 却发现小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牵在了一起 汪峰看着一脸羞红的林宛柔 低头问道 你愿意以身相许吗 嗯 林宛柔脸色羞红 轻声应了一句 几日后 云溪村摸骨喧天 村里同时有两件喜事发生 一位汪家父子在同一天迎娶了大邻村的母女俩 成亲这一天 张一被烧毁的容貌也移植好了 母女俩一脸幸福 穿着大红衣服嫁到汪家 他们成了凤化县最美的女人 有人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往后余生 相如以沫 只不过是人们心中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并不尽然 当我们在大街上遇到那些手牵手 相互搀扶的老人 望着他们的背影 就会发现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相如以沫 无处不在 并不是一种奢求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津津乐道 是因为静下来心来 就会发现 有时我们都低估了老人们的感情 他们虽然不能再像年轻人一样 肆意挥洒青春 爱得轰轰烈烈 但是在他们洞穿世事的背后 那份刻骨铭心的爱始终如一 一刻也未曾改变过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妻子被奸杀 丈夫金榜提名 她说 凶手画成灰我也认识 明朝嘉靖年间 杭州境内有一家烧饼铺 在当地非常有名 烧饼铺的主人叫孙德兴 他家烧饼都是在吊炉里烤制 吃起来感觉非常劲道 生意是相当红火 孙德兴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孙文 小儿子叫孙武 世代都做烧饼生意 虽然说这生意赚钱不少 但是非常辛劳 每天都要起扫贪黑地干 到了孙德兴这一代的时候 他除了做烧饼之外 就将其他的精力放到了孩子身上 从小就叫他们进了学堂念书 他不希望儿子将来也做烧饼 像他们一样劳累 如若孩子们将来能谋个一官半职 也能光宗耀祖 两个孩子 谨遵父亲的教会 一直跟着先生认真学习 到了孙文十八岁这一年 已经考中了秀才 此时的杭州正值阳春三月 明圣湖畔柳之轻浮 桃花盛开 到处一片花红柳绿 湖水泛着微波 湖面上小粥画坊 伴着春风画过 美景直接醉了游人的心 孙文也应好友许子书之约 来到明圣湖畔赏春踏青 二人忽然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 还不诗传初欢呼声 处于好奇 他们便凑了过去 原来有几个文人雅士 正借着大好春光对诗呢 只见其中一人望立眼湖面 然后悠悠说道 三月最名湖 寻山还翠阁 孙文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也抬眼望向湖面 县湖中还残存着乾枯的荷叶 于是灵机一动说道 游传半画仙 碧柳细参合 好 人群中立刻传出了赞美声 在人群中观望的有一个姑娘 她转身看向对诗人 只见此人肤色白皙 五官清秀 带着一抹儒雅之气 却又不识男人的霸气 这个姑娘名叫雨昕 是杭州府徐园外的女儿 雨昕从小就生得漂亮 水汪汪的大眼睛如潭水般明亮 一张小嘴似红樱桃 雨昕只是看了孙文一眼 便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眼睛盯着孙文 不曾离开半客 小姐 身边的丫鬟 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说道 雨昕这才回过身来 瞬间羞红了脸 恰如三月的桃花 三月的天气 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阳光明媚 突然间又阴云密布 竟然飘窃了绣花针般的细雨 这位雨思毫不影响大家的心智 反倒是平添了几分生去 孙文健壮 不由得又失省大发 开口引导 片片飞红翘美人 飞飞细雨乱之待 连连泪水讨花修 千万谢香又何在 雨昕诸纯轻奇说道 好 人群中又是一片欢呼声 孙文转身看了姑娘一眼 就被姑娘深深地吸引住了 她不但容貌俏丽 单身上所带的气质 就不是一般女子所拥有的 好诗 在下佩服 敢问姑娘方明 孙文对雨昕说道 小女子姓徐明雨昕 让公子见笑了 雨昕说完 脸色微红 带着丫鬟走啦 望着姑娘远去的背影 孙文不由说道 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 实在是不多谢 可惜不知是谁家的女儿 孙兄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 一旁的徐子舒打趣道 还没等孙文说话 旁边就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知道 刚才那姑娘 就是杭州府徐园外的女儿 孙文和徐子舒相识一笑 伴着毛毛细语 离开了人群 回家之后 孙文茶不思饭不想 脑子里满是姑娘的影子 这时时犯了相思病 其实他不知 雨昕也是如此 对孙文一见钟情 雨昕回家之后 不停地埋怨自己 为何当初不问一下男子的名字 如今只能坐在家里单相思 第二天 一媒婆来徐园外家提亲 对方是高府上家的儿子 徐园外一听 顿时吓得不轻 这高家的儿子 名叫飞虎 是杭州府的一爸 只要提及他的名字 无人不知晓 因为他家亲戚 在朝未官 高飞虎觉得背后有人撑腰 是天不怕地不怕 平时在酒楼吃饭的时候 从来不给银子 有一次 因为店家讨要饭钱 他命手下把酒楼砸了个稀巴烂 酒楼掌柜地告到了官府 依旧动不了高飞虎丝毫 由于他平时无恶不作 众人一听就闻风丧胆 前些日子 因为看上了一个小姑娘 她就想欺负人家 小姑娘的爹上前阻拦 却被高飞虎打折了腿 如若女儿嫁给了高飞虎 这不是相当于跳入火坑吗 想到此 徐园外灵机一动 对媒婆说道 多谢高公子台爱 可是小女自幼在佛前许下心愿 要用抛袖球的方法选序 麻烦回去告知高公子 媒婆听罢 只得起身告辞 其实这高飞虎 早就垂涎语心的美色 所以才让媒婆去提亲 媒婆将徐园外的话传打给高飞虎 只见她大手一拍桌子 说道 不就是抛袖球招亲吗 这有何难 凭我的本事 一定能抢到袖球 媒婆走后 徐园外就把此事告诉了女儿 雨昕一听 也只能同意父亲的办法 只有这样 也许才能逃过一劫 不用嫁给高飞虎 因为在杭州府 任何人都得罪不起高家 招亲就定在下个月初六 一时间闹得杭州府风风雨雨 许多年轻俊朗的才子 都跃跃欲试 想抱得美人归 孙文当然也知道了消息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抢到袖球 许雨昕为妻 很快就到了招亲的日子 袖楼下面是人山人海 此时的高飞虎胜气凌人 直接站在袖楼下的正中央 旁边全是他的手下 众人根本不得上前 雨昕拿着袖球 慢慢地来到袖楼上 只见他一袭轻衣 红纱遮面 鸟鸟挺挺 许摩多姿 单单是露在红纱外面的那一双眼睛 就能勾走人的魂魄 此时 孙文和许子书也在人群中 许子书从小就订了娃娃亲 此次完全是来凑热闹的 就是想助孙文以臂之力 好强取袖球 雨昕拿着红袖球走来走去 他也不知道该将袖球抛到哪里 眼下高飞虎的人站了主要位置 必须想办法撇开他们 孙兄我背着你 说不定这样小姐就会看到你 许子书说道 好 那就辛苦子书了 孙文说完 双脚一跃 趴到了许子书后背上 雨昕眼光正在搜寻的时候 忽然发现有一个人高一届 他定睛一看 此人正是他朝思暮想之人 心里顿时像撞了小谷一样 咚咚的响个不停 雨昕吻了一下心神 他须晃一枪 拿着绣球向左边一抛 其实并没有撒手 借着众人混乱之际 直接把绣球抛向孙文 绣球不偏不倚 正好落到孙文手中 他赶紧从许子书背上跳了下来 随后就有人把孙文请到了绣楼之上 徐元外走到绣楼上 高声对大家说 这位孙公子抢到了绣球 我会择日为小女成婚 在此请大家做个见证 到时候都来喝喜酒 好 楼下顿时欢呼声一片 此时的高飞虎站在人群中 不由得紧紧捏住了拳头 他万万没想到今天会失手 但现场有好多人作证 他也没有办法 哼里声愤愤离去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徐元外提议三日后就晚婚 孙文和父母一商量 父母欣然同意 儿子能攀上这摩一门好亲事 当然是求之不得 三日之后 一台大花轿把雨昕接到了孙家 由于孙家生意做得好 宅院比徐元外家也不算差 徐元外对孙文也相当满意 洞房夜 孙文轻轻地掀开盖头 新娘略带娇羞 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孙文倒了两杯酒 对新娘说道 娘子 让我们饮了这盒饥酒 赶紧休息吧 二人深情四目相对 将酒缓缓饮下 然后在床上出示云雨 一对彼此相爱的人 终于做成了真夫妻 婚后不久 好友徐子书请孙文去府上做客 因为他最近得了一件宝贝 那就是唐伯虎的名画 说起孙文的这个好友 同窗都知道他爱话如命 平时不但收集名画 还经常拜师学艺 如今的画作水平相当不错 孙文临行之前告诉雨昕 他今晚要在徐子书家里 把酒言欢 晚上就不回家睡了 叮嘱雨昕好好休息 雨昕说 放心吧 家里除了公婆 还有小叔子呢 我是不会害怕的 孙文听闻 把雨昕拥在了怀里 轻轻地落下了一门 然后转身出门而去 大家在徐子书家里玩得很尽兴 徐子书借着酒一挥好婆婆 只见功夫不大 一幅山水涂成现在大家眼前 众人纷纷鼓掌叫好 这长酒一直喝到下半夜 大家方才尽兴 然后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直到第二天快上午的时候 大家才昏昏沉沉地醒过来 然后各自回家了 孙文急匆匆地走在街上 他想快点回到家里 俗话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仅仅一晚上 莫看见这妻子 他就觉得时间好长 回到家以后 孙文推开了屋门 发现妻子还在床上躺着 他走近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雨欣一扇不整 胸口还插着一把刀 床上都是鲜血 他赶紧上前一摸 发现雨欣的身子已经冰凉 看样子是死去好久了 孙文发疯一般地 跑到自家烧饼铺 孙氏二人正在忙着卖烧饼 见儿子急匆匆地跑过来 连忙问道文 何事跑得这么急 爹娘 不好了 雨欣死了 孙氏二人一听 立马面如土色 赶紧把店里的生意 交给了伙计 随着儿子匆匆赶到家里 看着倒在雪坡中的儿媳 夫妻二人泪流满面 只怪自己太粗心 原来今天一早 孙氏做好了早饭 却见儿媳妇还没有起床 猜想他可能是睡得晚 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 也没有叫他 把饭给他留在了锅里 夫妻二人吃过早饭之后 就赶紧去了烧饼店 此时 伙计早就在店里忙活上了 孙文赶紧报了官 徐原外夫妻得知女儿被害 更是心如刀割 徐夫人哭晕过去好几次 两家只能强忍悲痛 给雨欣买了一口好棺材 将他好好地安葬了 官府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派人明察暗访 并且询问家人 是否在杭州城内有仇家 以嫁人私来想去 也没想到有什么仇人 就在此时 徐原外心中一颤 他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高飞虎 是不是因为女儿没嫁给他 而怀恨在心呢 徐原外立刻将此事告诉了官差 官差将此事报给了县太爷 县太爷马上命人捉拿高飞虎 可是却被师爷拦住了 大人 这高家权大师大 京中又有亲戚作官 恐怕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言之有理 以往他欺难罢女 没有闹出人命也就算了 如今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我们必须装装样子 要把他抓来问话 县太爷说道 师爷一听 觉得县太爷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命官差去捉拿高飞虎 可是到了高家之后 高父却说 他儿子都一天抹回家了 具体去哪儿 他也不知道 一开始 大家觉得高父在说谎 可是经过明察暗访 一个月都没在杭州城 发现高飞虎的影子 看来这家伙是畏罪潜逃了 此案暂时搁置了下来 自从于心死后 孙文就像变了一个人 一天到晚 不知道去于心坟上多少次 周围的草地 都被他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天天已久买醉 无论父母如何劝说 也无济于事 孙氏夫妻没有办法 只能叫来了他的好友 徐子舒 徐子舒到来之后 一把夺过了孙文手中的酒杯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碎片顿时四处飞溅 孙文头也不抬 竟然端起了酒壶 直接对银起来 徐子舒看到他这样 气不大一处来 又夺过了酒壶 将他摔碎 然后大声呵斥道 孙文 我要是你就振作起来 想办法给于心报仇 就你今天这个样子 于心在酒泉之下 也不会明目的 一提到于心 孙文竟像的孩子一样 爬到桌子上大哭起来 扮上之后 他抬起头说道 子舒说的对 我一定要打起精神 将来为于心报仇 我就不信高飞虎那贼子 一辈子都会躲着不出来 徐子舒听孙文折磨一说 心里的石头马上落了地 从此以后 孙文一心苦毒 决定参加明年的科举考试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考试的时间 孙文早早得做好了准备 在开考前几日 就赶到了京城 考试之后的第三天 是开榜的日子 黄榜前面挤满了考生 孙文好不容易来到黄榜前 自己果然榜上有名 中了二驾进士 皇上让他留在汉林院任职 孙文却要求回家乡认命 不久之后 他就被派回了杭州做支线 前一任支线 因贪赃枉法被革置 孙文上任以后 马上派人调查 与新被杀之案 可是五年过去了 依旧得不到高飞虎的消息 这一天 孙文忙完公务 刚刚回到家里 还没来得及喝一口茶 下人就来通报 大人徐子舒来访 孙文一听 惊喜万分 大声说道 赶紧请他进来 徐子舒进来之后 孙文感慨道 子舒 多年不屑 你依然是一表人才 风流倜傥 原来 在孙文进京考试的时候 徐子舒就成了亲 新娘子也没有拴住他的脚步 这几年来 他走南闯北 到处拜师学艺 哪里哪里 我不过是寄清于山水 活得潇洒一些罢了 给你看一样东西 徐子舒说完 拿出了一个花轴 将其慢慢展开 孙文上前一看 只见画上房屋衣衫就是 青瓦盖顶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一般 如此美好的画卷 却有一处显得不和谐 在众多的房屋当中 只有那一处房子 没有码头墙 孙文说出了心中所获 徐子笑着说道 这幅画是照着石井画的 原来 徐子舒拜师回来 途经辉州的一个小山村 他见着李峰锦优美 便照着他原有的样子画了下来 画中那一处房子 没有码头墙 也是真实存在的 孙文听他枕模一说 又仔细端详了一番那幅画 只见那处房子 和杭州城内的房子 大同小异 完全不是徽派的样子 突然 他浑身一激灵 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 经过再三厮索 竟然扑通一声 跪在了徐子舒面前说道 子舒 我有一事相求 麻烦你还得跑一趟灰州 徐子舒赶紧将他扶起 说道 孙兄有什么事 只管说 我们兄弟之间不用行此大礼 孙文凑到徐子舒身边 悄悄地对他耳语了一番 徐子舒一听 面露诧异之色 急忙说道 孙兄所托之事 我一定会办好 当我的好消息吧 孙文命下人摆了韭菜 兄弟二人一直喝到深夜 徐子舒晚上没有回家 二人直接睡在了一张床上 第二天一早 徐子舒匆匆告辞 孙文对着他的背影 大声说道 子舒 有劳你了 半月之后 徐子舒回到了杭州 都没有进自己家门 就匆匆地来到孙文府上 子舒 结果如何 孙文一见面 就焦急地问道 十有八九是他 虽然他的脸部已经毁容 我还是能认出来 徐子舒说道完 就从画兜里拿出鸡卷画 然后一一打开 让孙文过目 孙文只是看了画中的男子一眼 就坚定地说 没错 凶手在画中 他就是高飞虎 画成灰 我也能认出来 原来 孙文那日 看了徐子舒的画卷后 发现那处房子 和杭州本地的建筑风格一样 于是大胆猜测 很可能是高飞虎躲在那里 于是拜托好友去打探一番 徐子舒快马加鞭 即日公府就到了晖州府 他又来到了之前待过的那个村庄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就在村里转悠着画风景 即日过去 人们都知道 村里来了一个画家 后来 他借机和耐乎人家的男人攀谈 还在他家吃过一顿饭 发现饭桌上有鸡到菜 都是杭州特色的 和男人交流时 徐子舒故意没说杭州话 虽然男子满脸疤痕 但徐子舒一眼便认出 他就是高飞虎 可高飞虎却不认识徐子舒 他借画画未有 就把男人和房子都画了下来 完事之后 就匆匆赶回了杭州府 孙文没有迟疑 马上带人骑马赶往徽州府 到了徽州以后 孙文来到了县衙 和县令说明了来由 徽州府县令闻厅 马上派官差 削了那个小村庄 将仙一人捉拿归案 而后又派人将仙一人 押送到杭州府 大堂之上 孙文重重地一拍金堂木 大声喝道 高飞虎 五年前你是如何杀死徐玉新的 还不快快交代 高飞虎大喊冤枉 直说不是自己钱的 孙文拿出一块玉佩说道 这块玉佩 是在死者床下发现的 上面还刻着你的名字 这有作何解释 前不久 孙文打扫房间 无意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块玉佩 他仔细一瞧 上面正好刻着高飞虎的名字 高飞虎闻听 心里一惊 但马上镇定下来 对孙文说道 大人 当年在逛街的时候 我的玉佩被别人偷了 你不能单凭玉佩 就证明人是我杀的 你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带证人 孙文吩咐道 功夫不大 官差就带来了一个老妇人 高飞虎盯了片刻 脱口而出 叫了一声奶娘 孩子 既然事情都发生了 你就认罪符法吧 老妇人说道 奶娘 从小你最疼我 从小你最疼我 今天却为何又要害我 高飞虎对老妇人说 杀人 老妇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就是不出来作证 你也逃脱不掉 还不如早日解脱 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吧 老妇人双眼含泪 对高飞虎说道 在人证物证面前 高飞虎低下头 若有所思 伴赏之后 他终于开口说话 交代了自己杀害雨昕的罪行 原来 雨昕通过抛袖球招亲 嫁给了孙文 他虽心有不甘 但当时在场有好多人作证 所以也没敢发作 回家之后 越想越生气 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 却成了别人的妻子 不久之后 一个邪念在心中产生 既然娶不到雨昕做妻子 无论如何 也得睡她一次 给孙文戴一顶帽子 一解心头之恨 从此以后 他派人监视孙文的去向 终于有一天 得知孙文外出 晚上没有回来 到了半夜时分 她偷偷地翻墙入院 将迷药吹进了屋子里 然后用刀拨开了门栓 捏手捏脚地走进去 急急玷污了雨昕 就在她完事起身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疼痛 雨昕醒了过来 吓得失声大叫 她怕雨昕吵醒别人 情急之下 掏出刀子 对准雨昕的胸口 一刀扎了下去 然后又关好门 悄悄地翻墙而出 回家之后 却被起来小姐的奶娘撞到 奶娘见她浑身是血 便询问发生了什么 她只是说了一句 奶娘 我杀人了 然后就收拾东西 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连夜逃走了 在出逃途中 有一次不慎跌落山崖 把脸都擦伤了 好在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脸上却落满了疤痕 她一路逃到辉州府 来到了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 隐姓埋名 在此定居了下来 由于太过思念自己的家乡 她就请人建立一处杭州风格的房子 转眼间今年过去了 她发现没有棺材找到这里 所以也就放心了 并在当地娶了媳妇 虽然脸上有疤 但是她平时才大气粗 依然有人愿意嫁给她 成情之后 由于妻子是灰州人 喜欢吃当地的菜肴 而高飞虎吃不惯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她都亲自做几个杭州菜肴 用来满足自己的胃口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偏偏是这房子和菜肴暴露了目标 最后落了网 起初她还是百般狡辩 不曾想 奶娘却出来作证 只能认罪福法 奶娘为何会出来作证呢 说起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在高飞虎逃走一年之后 她爹无意中知晓 奶娘知道儿子杀人的事情 怕奶娘走漏风声 所以想杀人灭口 奶娘是个聪明人 早就料到她会来这一手 于是就趁着月黑风高 逃离了高家 半夜砸开了孙文家的门 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请求孙文庇护 孙文将奶娘安排在府上 让她足不出户 高府虽然多日派人寻找追杀 奶娘就像在人间消失了一般 如何也找不到 打死她也不会想到 奶娘就藏匿在孙文家 高飞虎落网之后 奶娘为了报答孙文的救命之恩 也为了正义 所以才出唐作证 高飞虎的却是杀人犯 如今案件已经明了 高飞虎被判了斩刑 与秋后执行 此时高家的后台也到了 高府没有办法救儿子性命 只能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来 贿赂孙文 让他网开一面 饶儿子高飞虎一命 孙文一正言辞地拒绝了 到了秋后问斩的时候 高飞虎坐在球车上 街上的百姓拿着石头鸡蛋乱丢一气 当年的高飞虎在杭州府有多神气 现在就有多狼狈 高飞虎被斩之后 全城百姓都拍手叫好 这当时呼风唤雨的杭州一霸 终于被绳之一发 高府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 竟然变得疯疯癫癫 整日在杭州街上乱跑 见人就说 我儿子不是杀人犯 他是被冤枉的 一路人间了 直接吐一口唾沫 说道真是死有余辜 如今大仇一报 孙文来到了雨昕的坟前 此刻已经是气不成声 他强忍悲痛说道 雨昕 我看你来了 高飞虎已死 如今你可以安息了 拜祭完毕 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孙文未官期间 公正联名 时刻心系百姓 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由于孙文深爱着王七 所以一生畏曲 他至世退休之后 便来到了林隐寺 出家卫僧 持宅念佛 与清灯古佛相伴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